新竹縣新工消防分隊長 尤上華 昨天出入火場救援 不幸殉職 新竹市消防局更改 更改了他們的臉書照片 表達哀悼 並且宣布 追進尤上華為大隊長 為了捍衛消防人員的權益和安全 今天消防員工工作促進會 就集結在民進黨的中央黨部前面 呼籲政府要落實公安的承諾 全面納入治安法 別再讓出入火場的消防員 因公殉職 年輕二十九歲的新工消防分隊長 尤上華 昨天在火場 因擁救出四迷宮 卻遭到農煙嗆雲殉職 許多同事和親友不捨前往 臨堂哀悼 同隊的小隊長受訪時 更難以哀傷 在殉職事件發生後新竹市消防局更換臉書照片表達哀悼 並宣布追進尤上華為大隊長 只是一再發生有打火兄弟在職情中喪命 今天上午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協會 聚集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前 呼籲政府應該重視提升消防員 職業安全機制 落實公安承諾全面納入治安法 因為這十年來已經有四十四名消防員不幸殉職 但身為執政黨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對於消防員的納入治安法訴求 卻視而不見 我們持續跟消防員 還有相關的團體 以及基層消防員 希望能夠持續的溝通 來聽取專業的意見 我們也希望取得最大的共識 針對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 慰問金發放 考試院二十八號通過修正案 慰問金將由臺幣六百萬 調高到一千萬 期盼減輕公務人員遺族負擔 記者員紫秋布塞張君豪 台北新竹報導